求你 月总 帮帮帮 视频堪城 这是什么剧情啊 昨天居然和结婚三年 从没见过面的老公上床了 许小姐 您放心 孤儿院的时间 必须到位 一定是这种问题 第一次跟老公 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会觉得我不自爱吧 昨晚那么黑 我们应该都没有看清地方 趁他没醒 还是赶紧跑吧 睡了我即将坐 死就死吧 老 告诉你那个赵总 就算是用这种手段 我也不可能跟他们公司合作 什么赵总啊 不是你也不能跟我下的样吗 那个 昨天晚上我不认为 那现在人来处不是故意的 这个钱就当是昨晚对你的补偿 他不会把我当成 你误会了老公 是我 我是你老婆 他们这好 管客户叫老公也这么着 别这么叫我 我不吃这套 他好像根本就没认出我 是他结婚就抛下三年的老婆 我知道 我会跟他离婚的 他要和我离婚 结婚三年不露面 再见面居然认不出我 现在要离婚 算了 本来也没什么感情 我又何必知道没趣 林 林 林总 铁树开花了 他这是第一次 难道他不是小姐 晚上快要回国了 给他找私人陪护的事情 一定要尽快 他这么年轻 又是第一次怀孕 一定要找最专业的私人陪护 照顾好他 钱我来出 多少都不是问题 林总 您对晚上小姐可真好啊 毕竟他怀孕 我有责任 没想到啊 赵 我还以为林少要亲 遇到什么时候 没想到 居然在国外 让晚上不知不觉地怀孕了 你不是结婚了吗 你出轨了 说什么呢 没有的事 我知道你和婉儿是青梅竹马 你说点我不知道的 说详细点 你别乱说 没有的事 都说林少清心寡悦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啊 林少的第一夜 我怎么又想起那女人了 她会是什么人呢 你脸红了 林少 怎么 回味起来了 当然你上次腿骨折还是太轻了 今天该让你的嘴也瘫痪一下 说起我这个腿啊 还真是神奇 医生说 我怎么也得躺了半年 你还真别说啊 医院里有一个大美女 天生照顾我三个月就好了 够了 都骨折了还玩这么慌 真给我接受这种女人 我不需要 她按摩的手法 真的很专业 嘘 我骨折那会儿啊 多亏你给我做了私人陪护 还有专业的按摩手法帮我复检 要不然啊 我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我知道你最近需要钱 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客户 大客户 给一个总裁怀孕的白月光 陪护到生产 家产后修复 一共一年 三百万 三百万 那孤儿院的资金可以解决了 不过这事儿一定要低调啊 毕竟那个怀孕的白月光还没结婚 总裁也还没离婚 那不就是情人吗 还白月光说的这么好听 唉 这个总裁的正式老婆也太倒霉了 喂 你怎么还没到啊 今天可是给你接方案 马上到了 楚少 楚少 好久不见了 一起跟着飞吗 来 马上 唉对了 我让那个大美女在门口等你了啊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她 她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对了 她的车牌号是 我们的爸 一会儿你帮我接一下 回来的带 这哪是大客户 这是财神爷呀 我一定要把这蛋拿下 说是各位结婚 又带什么不三不四的你 楚少给我找的小姐 是她 原来楚少介绍的客户就是我老公 屎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那个等媒的正事 竟然是我自己呀 你怎么这么着急要和我离婚 原来是外面小三的肚子大 这也太离谱了 毕竟我现在还是正事 居然要伺候小三生孩子 不行不行 她给的实在太多了 没有这笔钱 我远就会被拆了 再说 我和她没感情 这活还得见 幸会 幸会 我是楚少介绍给你的 她应该有跟你说过吧 她果然是小姐 亏我还对她念念不忘 我不需要 赶紧走吧 林总 你是对我若是什么不满吗 我说了我不需要 那 那你也总不能 还没看我的简历 就拒绝我吧 你们这行还有简历 当然了 这是我的简历 上面记录着我的工作经验 就是之前我服务的一些客户 我美术细节就记录得很詳細了 你还在那个过程中 记录细节 突然呢 记录好细节才能做好的服务嘛 我可细心了 每一处细节我都会拍照 而且有的我还会录视频呢 拍照 拍视频 你知道那是违法的吗 哎 哎呦 林总 什么风把您给吹下来了 你这一晚上陪了几个人了 提到小姐还真是大盲人 没办法 你要是愿意用我 我也不至于找别人他 林总 你要是现在愿意用我 我立刻就跟你走 不用了 你好好陪李总 毕竟你们两个更般陪 我连事这股票过死 我跟你说啊 你再对我动什么风角的 咱俩真没得他 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了吗 这是我的地方 来人 你别过来 哎 你别过来 救我 救我 救命啊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啊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啊 你别过来 入手 救我 李总你这是干什么 领导要是喜欢 可以一起啊 所以那次我和他发生关系 也是他故意演戏 这么脏的女人 你自己玩吧 领导不喜欢玩 那就只能我 好好陪你玩了 哎呀 救我 老公 救我 我是你老婆 还喜欢 你说什么 我是你老婆 凌总 还是想跟我们一起玩是吧 我就知道 这个贱女儿啊 男人可多了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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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去救一个小姐 林总 我的衣服都脏了 能不能帮我拿个浴槃 你们这行 管客人都叫老公吗 我们这行 我 就你只是路见不平 你别动什么外心思 换好衣服赶紧走 她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这是害羞吗 这有老婆还能搞大小三肚子的男人 能有这么纯小 果然人不可冒相啊 你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我只对你的钱有兴趣 今天谢谢林少救我 她之前不是一直想对我 怎么突然没兴趣 喂 林总 你太重了 你先把身 去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我没理解 你这是急性低血糖 一般是过度劳累 睡眠不足 精神压力大造成的 我给你按摩一下穴位 不过你这好尽快去医院 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哎呀 没事呢 我说 不是 不像现在 只能做一个私人陪护 什么 你是私人陪护 突然呢 你以为我是什么 我 不是 你是私人陪护 为什么你一直不说陪护的事 我一直都在说陪护的事啊 你 你以为我说的是什么 我 毒鬼这个畜生 你把我说清楚 当时唱歌的时候 他就坐到我旁边 哪句话没有说清楚 那个 可能 我有点误会 这不重要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即将回国 恳请你 做他的私人陪护 好吗 当然可以 最终我这个原配 还是给小三当委配 冒昧地问一下 你太太知道吗 我的事 还轮不到他来过门 我跟他不熟 就听说 他是个医生 要不是爷爷要求 我根本不会跟他结婚 也不会因为他 逗到国外去 玩也不 看来他是深爱的那个婉儿啊 因为被迫和我结婚 才没在一起的吧 看他这个样子 挺厌恶他老婆的 我还是别告诉他 我就是他老婆了 不然这个大单子丢了 孤儿院就完蛋了 那天晚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有老公了 那你老公在哪高救 我能给他一些什么补偿 不 不用了 我跟他关系不好 他不仅出了拐 还让别的女人怀孕 这都能老公 不提也罢 他怎么能这样 这不是渣男吗 你还知道自己是渣男 我为什么要问他的感情重要 能到我对他 徐小姐 我那个怀孕的朋友 需要一对一的陪伴 所以在这个期间 你不能照顾其他病人 我会把你的陪伴费用 从三百万改成一千万 你看可以吗 如果你还有别的需求 尽管提 这多出来的钱 就当是我之前误会他的补偿吧 那一千万 我老公为了他的小色 还真舍得下血本啊 不过为了孤儿园 就让他拿钱砸我砸得更猛些吧 没问题 什么叫千页 明天你到我公司来 喂 妈 儿子 明天慈善拍卖会 你别忘了出席啊 我不是说过 我不喜欢出席这种活动吗 我不管 明天拍卖会上 我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你必须到场 徐小姐 我明天有点安排 要出席一个拍卖会 合同就签不了了吗 你不会反悔吧 当然不会 我是想说 徐小姐 你能陪我一起参加吗 我陪你去 婉儿 快让阿姨看看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哪有 阿姨 还是您越来越年轻了 你呀 从小就嘴甜 就会哄我开心 阿姨 这看着你跟韩晨 从小一起长大 本以为 你们最后会在一起的 没想到 这韩晨的爷爷 非要让韩晨娶那个 许慕燃那个穷酸的女人 阿姨 是我没夫妻 和您的儿媳 你这是怎么了 没 没事 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难道 是韩晨的 阿姨 你别问了 你们这么多年一直在一起 你们 都是我吗 她都让你怀孕了 你还帮她说话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韩晨 对你负责的 真好 反正韩晨 也要跟那个穷酸的女人离婚了 明天 你跟我一起去拍卖会 我要拍下最贵的珠宝送给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我凌家 认可的儿媳妇 谢谢你 阿姨 对了 妈 我回来的事情 还没告诉韩晨哥哥 明天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你放心吧 韩晨那么喜欢你 他一定会高兴的 小姐请出示您的贵宾卡 你一个护工穿成这样 也好意思来这种地方 钱子鞋 上次你跟我下药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还找我算账 你说好听了 是私人陪过 说不好听呢 就是个破保姆 你也陪来这种 全是名流的豪门拍卖会啊 怎么 想进来勾搭男人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可不是你这种 下届女人能来的地方 是要贵宾卡的 你呀 怕是连贵宾卡 什么样都没见过 谁说我没有贵宾卡 你当拍卖会的贵宾卡 是菜市场的萝卜白菜呀 什么下的人都有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豪门贵族身份的象征 别说你了 我还是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借的 才拿到的 你不可能有 我要是真的有呢 那你就拿出来 我立刻跪下 填你的鞋 那可太好了 我的鞋刚好是要被填 糟糕 卡怎么不见了 不应该呀 我记得出门的食物袋了 糟糕呀 我来帮你瞅着啊 真没看到贵宾卡 太过分了 下贱就是下贱 再怎么装也不可能成为豪门菜的 只会让人更孝了 你就知道做见不得人的勾搭 你才是下贱 老公能打我 可打我老婆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我老公可是临市集团的高管 临市集团是全球前三的大公司 你敢惹我 你完了 去取一个高本 我老公还是临市集团的主裁呢 来人 把这个造谣装品的女人给我安装 狠狠地打 这是您刚刚掉落的贵宾卡 这个 就是我的贵宾 徐木然 你是真瞎还是装傻 你当我们没见过贵宾卡 长什么样子呀 你拿个伪造的 也不拿个像样点的 来 我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的贵宾卡 两位请进 不枉费我们为了借这张卡花了五百万 等我进去是更有钱的 就把这废物男人给甩了 看到了吗 这个才是货真降使的贵宾卡 我这个就是真的 你不信可以验一下 好呀 那我就站在这儿看着你出丑啊 我看看你这个破甲卡能刷出什么 这是全球只有一张的至尊贵宾卡 小姐请进 什么 这张贵宾卡 他怎么可能有 一定是假的 这贵宾卡可是林氏总裁独有的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 其人敢造假 没错 这是林氏总裁专属的制作贵宾卡 什么 林总的卡 这一定是他偷的 你敢偷林总的东西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钱子歇 你的老公只是林寒淳手底下干活的儿子 而我是林寒淳亲自邀请过来的 这张贵宾卡你是他亲自给我的 就你这一身穷酸样敢说林总亲自邀请你 你可别做梦了 就是做梦 痴心妄想 你妄想正放了吧 他是林总亲自邀请的 你以为你是他老朋友 我当然是 但我不想承认吧 我可是林总最得力的部下 林总夫人我经常见 那气质 岂是你这种女人能媲美的 是吗 你还见过林总夫人呢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天不见林总夫人还需要跟你汇报吗 我跟你说 林总和夫人非常器重我 有好几次啊 林总夫人都要收我当刚儿子了 是吗 我的好大儿 说说我在地位啊 你还不跪下 赶紧跟我老婆道歉 否则 我让你的海城消失 仙子协 你真的是嫁了一个好老公啊 跟你真般配 我就知道你记得我找了一个好老公 我可不像某些人 穿着白大褂爬避人穿勾引男人 结果吧 被人家老婆发现之后呀 仗着自己有点姿色呀 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勾引男人 我该得被开除了为胡宫 当您的事情是你害我 害你怎么样 听说你现在在做孙人批护呢 挣了不少钱吧 接触了很多有钱人吧 怎么又爬了几个男人的床呀 你 你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你敢打我脑吗 你这个贱人 住手 老公 你那小哥这儿 谁敢打我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刚才不是要上杆子 认我做干爹吗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还占我便宜啊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你以后别上大海招牧了 师傅 我怎么不知道你老公有这么大本事 林尚 这个男人可是林氏总裁林韩诚 最器重的高官 师傅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一个没见识的小白脸 林氏集团都没听过 我是说我在林氏当总裁这么多年 从来不知道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什么 你说你是林氏集团组裁林韩诚啊 怎么可能 林总什么身份 那么低调的人 从来不参加这种场合 如果你说你是林韩诚的话 那我就是林韩诚的爹 许慕然 没想到你为了混进拍卖会 找了个小白脸来假发呀 真是储货 撒谎都不做功课呀 哎小白脸 你这一天演戏多少钱呀 工演戏赔不赔睡呀 来人 哎 王特助 您怎么来了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啊 冒充林总 赶紧把他给我拿下 确实不知死活 是该好好收拾收拾 哎 王特助 这是干什么 我还这么打死这小白脸啊 真大应的狗眼看清楚 站在你们面前的 就是我们灵氏集团的总裁 林韩诚 什么 他真的是灵氏集团总裁 许慕这个剑怎么能勾搭上他啊 我把这个的嘴 打到不能说话为止 哎 我建议你啊 你个 你建议你 今天这个事都是这个娘们的错呀 根本没有关系啊 林总 这个臭不要脸的 我打死你 你去 别打脸 脸不行 你不要扛 王特助 这个人不适合在临时工作 方法出去 任何公司敢收留他 就等着被解散了 哎呦 这个女人所在的医院 给我收购了 给我把它开除 是 我们走吧 核桃没钱了 对对对 今天最重要的是核桃 林总 您要的核桃都准备好了 妈 你怎么来了 妈来了 那我不是要露馅了 妈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 不用介绍了 就不是不认识 你们认识 完蛋了 这次真的楼下了 我的印象忘了 他不就是你的 婉儿 你怎么来了 婉儿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哥哥 人家昨天就回来了 这不是为了 想给你个惊喜吗 见到我开不开心啊 当然开心 是你现在怀孕 不适合来这种人多的场合 还穿这么少 还穿这么高的高尔鞋 韩泉哥哥果然心理我 人家这不是想 飘飘撩撩的见你吗 你们两个呀 从小感情就好 妈呢 又喜欢婉儿 这当年要不是你爷爷的一纸婚约 怎么会轮到这个穷酸的女人 恰见我林家 反正你也已经打算 跟这个女人离婚了 以后啊 你就好好照顾我们婉儿 妈 不用这样说 我让人误会 徐轩 你别 他人呢 你管那个女人做什么 她走了更好 你呀 就照顾好我们婉儿 妈 婉儿 你们先进去呢 韩泉哥哥去哪了 什么那个女人 没什么没什么 哪个女人 也比不了我们婉儿啊 况且 你这肚子里 怀的可是我们林家的鬼肉 走 我们上去 可不能累着 还好我跑得快 不然一千万又没了 徐医生 你在这儿 你怎么跟出来了 妈妈过来 妈 啊 我是说你妈 他们都已经进去了 我看你不见了 特意过来找你 还好还好 妈没跟过来 不然非落下不可 她管我妈叫妈 难道 她对我有那个意思 徐医生 我们先进去吧 喊卖会马上开始 不不 你不是已经有女伴儿了吗 不需要我了吧 那是我从小一起 长得的林家妹妹 不是女朋友 而且 我请你陪护的孕妇 就是她 正好可以过去认识一下 林家妹妹 现在管小三都叫林家妹妹了 那就好啊 你就好好对人家 反正你为了她 不打扫离婚了 我离婚不是因为她 那都是爷爷定下的 我和她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是不会幸福的 编 继续编 而且我的律师已经开始在走 离婚程序了 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 我可以让她帮你 从那个渣男身上 拿到更多的过程 你要帮我打离婚官司 你老公都出轨了 还让小三怀孕了 这样的渣男有什么可留恋 渣男不值得留恋 我留恋呀 是渣男的一千万啊 那个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处理她 果然还爱着她那个渣男老公 这么好的女人不知道珍惜 别让我碰见她 不然我见她一次大提子 林总 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把合同签了 先让我走了 签合同可以 但你必须陪我参加拍卖会 好吧 那你等我一下 林少来了 哇 旁边那个是她女朋友吗 这身段 一看就是大美女啊 你谢谢你帮我 毕竟是我带你来的 你怕被会常理你丈夫的熟人认出来 不能理解 韩晨哥哥 这个女人是谁啊 她是 我是她的工作伙伴 对 工作上认识的 我很欣赏她的工作能力 那韩晨哥哥 这么欣赏女性的话 那就晚上看看那样子吧 不要胡闹 娃儿姑娘 我脸上有疤 吓着你 我这个原配 还要在小三面前挡脸 还要比我更卑微的 各位贵宾请入座 接下来啊 将是我们今晚的重头戏 本件商品为翡翠手镯 是我们林氏集团 林老爷子捐赠的 这手镯 是你奶奶的 是咱们林家的传家手镯 这可是林家家传的手镯 听说是要留给林家少奶奶的 怎么会拿出来拍卖呢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拍了是不是就能当林家的少奶奶了 我出一百万 我出两百万 三百万 妈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没事 你放心吧 这手镯啊 是你的 这林家少奶奶的位置 一定是你的 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你男的举什么牌啊 我拿去换个和林少日的机会不行吗 我这个老公真是个香菠菠 那你通吃啊 一个亿 妈 我没记错的话 排除每个月给您的家用 您手头的资产一共也就一个亿吧 只要晚上高兴就行了 三亿 你们这些穷鬼 只有我有资格成为林太太 这位女士出嫁三亿 三亿一次 你都不着急吗 你那娃儿的手镯 都要落在别人手里 三亿两次 三亿 十亿 没想到啊 最后啊 还是我们林少出手了 十亿一次 十亿两次 十亿三次 让我们恭喜林少 十亿 真有钱啊 没有想到我这个老公 居然花十亿 只为我小三一小 我这个正是 这把书得真是惨 看样子我儿子 还真是对你好 回头 你就好好养身体 准备到我们林家的少奶奶吧 你干我干嘛 徐小姐 我上一次的婚姻 是被长辈决定的 这一次 我想自己做主 你愿意收下我们林家的传家手镯 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 别动 灭杀掉了 听说林少低调结婚了 这 该不会就是林家少奶奶吧 都抱在一起了 还能有假 什么少奶奶 我儿子 还没结婚呢 反正已经都要跟你们女人离婚了 我儿子就是男生 我绝对不会让人知道 韩晨娶过这种穷算女人 没结婚 那他也肯定是林少的心上人 一定没错 你看林少 把她打扑得那么好 反而 才是我们林家认准男儿媳妇 妈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娶婉 韩晨哥哥 是不是婉儿哪让你生气了 所以你才把穿杂宝送给别人的 韩晨 你看 这婉儿都怀孕了 你怎么还故意惹她伤心呢 有什么误会 咱们回家再说 婉儿小姐怀了林少的孩子 那 婉儿小姐肯定是林少的心上人 郑家和林家一向交好 林少跟婉儿小姐从小是青梅竹马 确实很般配 据说林少 从小最怂的就是婉儿小姐了 你还是把这个给婉儿小姐吧 你听我解释 不是他们说的 林总 我已经结婚了 请你自主 阿诚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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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说 婉儿 果然 你爱的还是她 韩真哥哥 对不起 我今天不应该当中说那些话的 但是阿姨在那么多人面前 叫我儿媳妇 我也不想她为难 原来是这样 难为你的 没事的 但是 今天那个女人是谁啊 她就是我给你请的私人陪货 在你运气期间 照顾你 陪货 不过就是保护啊 韩真哥哥 你是不是 喜欢她 嗯 韩真哥哥居然喜欢一个保护 也不知道那个贱人 用了什么手段勾演 韩真哥哥 解了该死 既然韩真哥哥喜欢她 那我一定会支持的 不过呀 你以后可不能那么冲动的 当中表白了 会把她吓跑的 原来是这样 难怪她会走 韩真哥哥 至于女孩子这方面 你一定不懂了吧 你把你们之间的所有时间告诉我 我给你策划一下 一定追到她 太好了 谢谢你妈 没事的 你幸福就好了 看我怎么好好收拾她 居然赶快活起来 就这么久走掉了 沃尔远的钱来怎么办 是你 妈没来吧 你要不要脸啊 韩真哥哥送你镯子呀 就是为了弃我 你还叫上妈了 你配吗 很好吗 不是 哎呦 就长这样 这也不过如此 你怎么来了 我来 当然是给你送合同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下人 要任我打骂 好好伺候我 这个女人 人前人后两副面包 雷汉晨呢 怎么是你来送 哎呀 韩真哥哥呀 去买我们的婴儿用品了 签不签 敢为签 这两天可以滚 为了过而愿 好 我签 果然呢 为了钱 什么都可以做出来 我劝你啊 不要对韩真哥哥 动什么歪心思 他可不是你这种女人 配得上 也好过你这种当小酸 还把自己当回事的货色 怎么样 他答应了吗 韩真哥哥 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求他答应的 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 谢谢你们 你看中什么 我都可以买给你 谢谢韩真哥哥 我想要的是 您家少奶奶的位置 徐某人 是你自己先的 看我怎么收拾 这是徐医生 这是晚了 你们之前应该见过了 徐医生 晚了就麻烦你照顾我们 好 我一个原配 最终还是踏上了照顾小酸的道路 放心吧 我会好好听徐医生的话的 你快去上班吧 这一巴掌是我送你上班的第一份礼 我告诉你 你最好认清楚自己身份 不要吃心忘死 你发什么疯啊 我告诉你啊 韩真哥哥只不过同情你 是一个被丈夫出轨的可怜女人 不要以为她是喜欢你 同情你啊 就像同情路边的阿摩阿狗一样 李安诚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我和韩真哥哥的关系啊 自然没有任何秘密了 去 给我倒杯水吧 这么冷的水怎么喝呀 去 给我倒杯开水 喝开水 你疯了 你管我 我就喜欢喝开水 怎么了 你疯了想要这份工作了 你在干什么 徐医生 你没事吧 韩真哥哥 对不起 刚刚徐医生给我的水太烫了 怀孕了 手拿不稳 所以不小心 烫到了他 徐医生对不起啊 我给你道歉 你别太自责 这件事 你也不是故意的 从每次遇到你 你都是这样 挺让人心疼的 果然 他关心我 只是因为觉得我可怜 谢谢林总的好意 不过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你觉得我这样 是在同情 难道不是吗 管好你的玩儿吧 不用老公了 不用你管 你那个老公 算我多管闲事 谢谢你 徐医生 你不要觉得我哥哥刚才维护你 就是看得上你 他是气我呀 太久不从国外回来 所以故意做这些 让人家吃醋 他喜欢的只有我啊 韩真哥哥 宝儿 你怎么来了 其实 刚刚是许医生想拿热水烫我 结果不小心烫到自己了 无数 他为什么会动手 都怪我 因为你说你喜欢他 我就想撮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还劝他跟他老公离婚 但我没想到 他为了维护那个男人 竟然想拿着水泼我 婉儿 这件事也不怪你 你都是为了我 是我没想到 他居然那么爱你的渣男 我刚刚 是不是对他太凶了 要不然还是向他道歉吧 毕竟 他可是我的金主啊 灵绅 别自作都行了 只要我不许 他话给我 他真的 那么喜欢周婉儿 喂院长 是孤儿院又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慕然 我就是来感谢你的 第一笔钱 我收到了 我们孤儿院又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了 后面的钱 我会陆陆续续打给你的 之前 我们家出事 都是你一直在尽心地照顾我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哪有什么应该的 你在外面工作不要太辛苦 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吗 知道了 最近家里的事太多 没顾上你离婚的事 我要出国一趟 去看看你爷爷 他们说 你爷爷病重 知道了 对了 既然晚上已经住进来了 那就赶紧给那女人打电话 让她过来把离婚信息签了 这女人怎么不接电话 妈 您放心 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 好 喂 是周律师吗 关于我和林总 离婚的事情 我想跟你聊一下 林总 福人同意跟您离婚了 并且愿意救生出货 什么 她说 但是她要出国以来 回来才能跟你离婚 所以她是想拖延 觉得不太像 因为 说 她说 在这一年里 您可以随便交往女朋友 但是 这一年底 你不能打扰她 她以为她是谁 我凭什么听她呢 但我倒是觉得 夫人这个性格快挺好的 哎 林总 您也想开点 现在至少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去追徐一生 说准事 回家 看在一千万的份上 为了孤儿院 忍他 哎 哎 你轻点 没吃饭的重点赞 你说你个当陪护的 练发魔 你又要干什么 许医生 你刚才按我按得太用力了 如果我弄疼了 我才不小心踢了你 林寒诚又不在 你装样子给谁看呢 语小姐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呀 哎 哎呦 我这怀孕了 手抖得厉害 麻烦徐小姐 收拾一下 等等 你这样是收拾不干净的 露了怎么办 杀到我的宝了 麻烦徐医生用手 一点 一点的钱钱了 综儿 我是你的护工 不是你的下人 你这么凶干嘛呀 我怀的 可是韩晨哥哥的孩子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告诉韩晨哥哥 说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不管你耍什么丑关 不必想把我赶走 哎呦 这么不舍得走啊 你是不是喜欢 韩晨哥哥 我劝你还是好好养胎 不要费尽心思 一身一鬼的折磨我 你想多了 我对林韩晨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钱 只要钱给的到位 换哪个雇主都一样 你说的是真的吗 郑小姐 莫莉我已经全部捡完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你的手怎么回事 怎么又受伤 不需要林总关系 我自己可以处理 你有这个时间 还是好好关心一下 你的郑小姐吧 王儿 到底怎么回事 韩晨哥哥 徐医生还在 因为我之间确认 看他离婚的事 感到生气 等到消气就好了 对了 能不能让我 去你公司上班呀 胡闹 你现在是怀孕 医生也建议我 多走走 多活动一下 更何况 我去公司上班的话 徐医生也会跟着呀 这样 你们两个 不是有更多的相处机会 我也可以帮你追到他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他会帮你 我看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 你去法老小姐 哪儿 能拔开 是 我 就是啊 从看过领总这么关心过一个人 是吗 韩晨哥哥一直都对我这样 这称呼果然是总裁夫人 我们一定要好好拔戒他 哎呀 我的鞋脏了 麻烦许护工啊 跪下 帮我加干净 毕竟了 怀孕了 不太方便玩用 擦鞋不需要下跪 况且 这不是我的工作范畴 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 我告诉你 只要我跟韩晨哥哥说一句话 你们这所有人 随时都可以滚蛋 更何况啊 你只是一个不共 行了吧 那儿脏了你没看见 你就这工作态度了 这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还不够 您看这样如何 不错 你们照着气人就不怕造报应吧 他可是总裁夫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既然呢 你这么舍不得这份工作 那就好好跪着 你们两个看着他 不准起 一只顿 这水 取了多久了 十分钟了 那应该可以喝了 来 像狗一样爬过来发学弟弟 哇 这么凶 下谁呢 你一个有父之父的女人 还够也还只能割光 这点脸都不要了 还怕这个吗 为了不过院子还有个进来 我弄鼻头 你干嘛 张小姐请喝水 啊 撞什么死 起了 居然敢把夫人的水撒了 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让夫人喝水 郑总可是林总的白月光 未来的老婆 居然应该惹他 真是不知死活 郑婉 你费尽心思折磨我 我就是怕林寒臣喜欢上我嘛 你早晚都要嫁进林家 你怎么这么不自行 你敢嘲笑我 我告诉你 韩晨哥哥不会喜欢你 而且呀 韩晨哥哥为了我 都要和他那名媒正确的老婆离婚了 韩晨哥哥心里 只有我 好奇原配 许小三 这样的男人 也不知什么好东西 这子竟然这么能说 这么闲的话 把地下的水给我添干净 男人 我按着他把水给我添干净 你们咱干什么 是谁把他弄分这样 说 韩晨哥哥 许医生啊自己不小心把水弄翻了 非要收拾 找到好像我们欺负他 我的眼没小 许医生 你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今天欺负他 全部滚蛋 林总我们错了 梁嫂干净的机会吧 这可怎么办啊 你伤得这么严重 回去好好休息 都是些皮外伤 没事的 我该回到郑乡亲身边照顾他了 你就这么不愿意待在我身边吗 那我请问林总 我该以什么样的身份 待在你身边呢 这可怎么办啊 要不我们去找那个女人 让林总放了我们 哎呀你们别慌 他才不会为那个女人开除你们 他帮他 是因为他是我的护工 看在我的面子 小彩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啊 晚上小姐 我们今晚特意为您准备了欢迎会 请你务必要参加 聚会 好呀 徐医生 晚上得陪我去参加宴会啊 别忘了 这是你的工作 看我怎么继续收拾你 你是来伺候我的 不是来吃饭 在我旁边站着 反正也没有特别想和你吃饭 站着站着 赵小姐 我今天见您第一眼啊 就觉得不一般 就是啊 这气质 这样貌 和我们林总真是般配啊 林总对夫人可真好啊 真是羡慕死我们了 大家客气了 我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啊 郑小姐 我听说销售部那边 副主任的位置有个空缺 你看能不能 好说 郑小姐 我们最近工作压力都很大 你看这工资能不能 可以 我有个叔叔想进咱们公司 能不能给个机会 没问题 只要大家对我的好呀 韩晨哥哥都会知道的 一般唯利是图的人 林氏集团早已到的 服务员 我们没点这些呀 这是林总知道今天许小姐要来 特意嘱咐我们送的 你确定 林总是让你特意送给我的 是的 怎么会是许小姐 怎么会是许小姐 林总的未婚妻不是郑小姐吗 这是韩晨哥哥送给我的 他记错人了 原来如此 他就一个陪护的 也配 瞧他这个穷酸样 林总那么爱郑小姐 怎么会看上这个女人 送的这些东西 要不是沾了郑小姐的光 我们这辈子也见不到啊 唉 姓许的 你呀 不就最会伺候人了吗 今天大家高兴 给我倒杯酒 好好伺候人 看在钱的份上 这点上 我认 你是这个我 过于恶心我的吧 这么厉害 不会是怀孕了吧 哎呦 我早就听韩晨哥哥说了 他喝的老婆结婚后啊 就一直没碰你 哎呦 白苗还养了个小三 听说 我 还愿了 哟 像你这么不见点 不会是怀到哪个 野男人的孩子吧 谢谢 你查到先生的机会 我们也很重视 期待 林总的表现 林总 徐小姐 好像被人欺负了 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毕竟 我们的五十一的项目 特别这五十一姑姑娘 我还有事 先告辞 像 只要下去 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 说 你是我的孩子 跟你没关系 不肯说是吧 那我今天就惯死 看你说的说 不许动他 他怀了 他怀了是我的孩子 韩晨哥哥 你说的 还玩笑的对吧 我一直 想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般 可是我越想 越没办法忘记你 渐渐的我才意识到 我真的喜欢上你了 我想和你在一起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推开我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知道 你肚子里怀的孩子是我的 以后 我会对你和孩子好的 我会再让你离开我 你 走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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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晨哥哥 一定是喝醉醉酒了 认错人了 我得去找他 我得去找他 林总是把 喜怒宫认证宝儿小姐了 难怪那么说 你怀孕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也是刚知道 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好他 我有孩子了 那郑婉儿的孩子呢 你打算怎么处理 他的孩子 当然是生下来了 毕竟他的孩子 我也有责任 真实的渣男 你还有个和他的孩子 何必在乎我的孩子 郑婉儿如果知道 这是你的孩子 不可能让我再当陪伴 这件事 我不能知道 那不是你的孩子 是我和我老公的 你们明明之前就没发生过关系 我们明明那晚就是第一次 你别骗我 那是我之后和别的男人睡 才有的孩子 他不是你的种 不可能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对我一无所知 别自作多情了 我们只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麻烦你以后 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对不起 是我自作多情 林总 麻烦你送我回公司 我有东西来哪儿 客厨 送我许小姐回公司 虽然你没关系 然后你 kalau我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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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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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是这种人 你们在说什么 喜富哥 你和老男人私会的照片 在公司都传遍了 不是我 我没有 都怀孕了 也不知道安分点 居然还和老男人在车里 怀孕那个 这 这会 这会都说人命的 我也还要钱 我还需要这个工作 怎么 不敢打了 去到自己里亏了 大家都来看啊 都承认了 你说呀 怎么这么不检点 肚子里的孩子呀 都不当是谁的野种 爸爸都不当是谁 他看起来还挺青春的 居然因为老男人 还玩车证 哎呀 说不定都是装的 毕竟现在啊 很多老男人 就好这一口 林总 许医生被人欺负了 什么 他们拍到了许医生 从车上下来的视频 就说许医生在车上 跟别的老男人私会 还 还玩车证 还玩车证 他们都算没张眼睛吗 让他们所有人 今天居过查室里 我给他开仇 是 好端端的 林总怎么突然要去看眼科呀 我看呐 眼科是没必要吧 应该去看看卫生科 毕竟某些人那么脏啊 你别气人太善 你还敢钉嘴 这不就是照片上 昨晚许护工下来的那辆车吗 对 就是他和老男人 来车阵的那辆车 怎么 你让你那个不要脸的老男人来接你啊 这次怎么不躲了 不怕被我们看到了 怎么是林总啊 难道昨晚和许护工车站的老男人是 林总 别胡说八道 安全哥哥 一定是来接我的 怎么可能看着他呀 随梦然 过来 昨晚是我送到回来 他怀的孩子也是我的 而且 他是我唯一喜欢的人 我现在 在追求 至于车阵的事情 随便你们怎么讲 但是我警告你们 以后谁敢在公司 传这些污秽的留言 伤害我的女人 我林寒晨第一个不会放的 明白吗 林总竟然在追许慕然 这不是爸总当众表白吗 这是要羡慕谁啊 这个林寒晨发什么疯啊 他小子不要 当众搞扯处 正往而不得恨死我啊 我这陪过的工作 不会要搞了吧 看来啊 这位许小姐 还是林总的心上人 那之前 我们不是被骗了 她根本不是什么 左财夫人 她那都是自说自话 林总可是什么都没说过 现在林总的态度 就摆在这儿 已经很明显了 看来 那个郑小姐只是一厢情愿 这个心情女 虽然骗了我们这么久 所以 林总根本就不喜欢她 枉费我们又讨好她 又帮她欺负许小姐 郑婉儿 我告诉你 我们要是因为这件事 被林总辞了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 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 我知道 你是听了谣言想要帮我 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多想的 谁说我 我先下车了啊 林总 刚才那个鸡杀怎么样 我刚刚的告白都被你打断了 扣半年奖金 不过 看在刚才那个吻的份上 奖励你一百万 继续 林总 快五年吧回来了 这臭小子 忽悠我去国外看病去 中途他结婚 都没让我回来参加 害得我连孙媳妇都没见长 还好啊 我聪明 我偷了这身 护工衣服留出医院了 总算到家了 我得好好看我孙媳妇 干嘛呢 林寒臣 你让他出来接我来 让我们林总亲自接你 不是老头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做什么白日梦呢 你不看看你这德行 这是你能进的地方吗 你是谁啊 我怎么没家呢过你呢 我在林家当保安两年了 怎么着 不服啊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穿成这样 不是捡垃圾就是要饭的吧 总不能你是我们林家老太爷吧 算你不讲过 我就是林家老太爷 哎 哎 哎呀 不是你个臭小犯 你还真敢往里进呢 哎呀 哎 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一个老爷爷 爷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不宁静去待会儿 一会儿我联系你的家人 一个臭老头 也想救我们林家 发安 大哥你去 你们就敢这样对我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哎呦 原来是这个贱人的同行啊 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我是林家老太爷 哎 你是林家老太爷 哎 那我还是林总的亲爹呢 哎 我劝你啊 好好照照镜子吧 怎么 跟你这个穷酸同行共情了呀 哎 你 你们太过分了 哎 滚吧 哎 哎 爷爷 你怎么了 哎 老头 你又死 别死在我们林家门口啊 晦气 哎 爷 我有药箱 你先进去住 把药箱抢过来 哎 把药箱抢我 你想药箱是吧 也不是不可以 跪下来 求我 这玩儿 你别欺人太深 爷爷没了要会死的 一个老头死不死 看我什么关系啊 我劝你啊 赶紧跪下来 磕头求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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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不是很硬是吗 现在怎么跪下了 啊 啊 我告诉你啊 韩晨哥哥几思芳 你不过是同情人啊 他又喝多了对你说的话 也是认错人了 要跟我说的 他心里 只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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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让我救等爷爷吧 拿酒来 爷爷爷 啊啊 喝 给我喝 我喝不了 我怀孕了 那就看看 你是想救你的孩子 还是想救这个臭老头 给我喝 上车 我求你 我求你把药给我 把座拉上来 哎呀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干什么 爷爷呢 你还在救我 看完你惹上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吧 我韩晨哥哥才不会每次这么及时救 韩晨主角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听到徐医生的声音 他人呢 哎 徐医生 刚刚被一个老男人抱走了 上了那辆车 哎哎 那个老男人呢 看着跟我半年纪都差不多了 而且觉着很亲密呢 哥哥 你要小心啊 那个女人你虽然喜欢她 但她一看就不是简单的人 你别被她骗了 爸 你不用说了 这个车我认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带走我的女人 哥们 我想回自然就回来了 帮我们出去 不然爷爷就没命啊 我爸也是这病啊 给老头吃了 顾影产 想要见你的女人呢 咱们老地方见 哎不过 千万别告诉郑儿儿我回来了 否则我就把你的女人撕碗 你 你认识林寒晨和郑婉啊 放心 不认识林寒晨是我兄弟 我不会吃了你 你要想走呢 我也不拦着你 至于正宛儿儿嘛 不熟 哎 你也别告诉他 你见过啊 爹爹 你醒了 这是乌家那小子吗 这是我孙媳妇 原来救我的是我孙媳妇 好孩子 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麻烦 随便让我们再去吧 爷爷 您家在哪儿 我送你回去吧 孙媳妇 是我 我是林家老太爷 看来爷爷 应该是老林之类糊涂了 爷爷 我带你去换身衣服 等收拾好了 我再送你回家 嗯 孙媳妇 你说得对 我听见他 嗯 什么 你说老爷子偷偷回国了 什么时候在这间 不让人接他 林老太爷爷回来了 那我可得准备好 好好讨好他才行 这家店呢 我最喜欢他们家的西装了 哎呀 穿上感非常舒服 和别啥都不一样 那爷爷您先看 哎 真猛贵 抢钱啊 算了 爷爷老您吃胎又找不到家了 我先陪着哄哄他吧 哎 怎么样 爷爷 你也太帅了 我都要爱上你了 哎呦 那可不行啊 你是我孙媳妇 我不能跟我孙的抢人呐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哎呦 穷鬼也敢来这儿买衣服呀 郑婉儿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臭护工 也敢在这儿买衣服 这里的西装 可都是高级定制 我劝你们 赶紧脱起来 不然弄脏了 清洁费的负务器吧 店员 我们买单 爷爷身上这件衣服我们要了 哎 谁说你买了 这件衣服 我要了 郑婉儿 你还讲不讲道理啊 道理 什么是道理啊 这个世界 钱才是道理 身份地位才是道理 这件衣服 可是我要送给 邻家老太爷子的礼服 那是你们两个 臭疑犯被穿的 这件衣服是我们先要的 哦 那我问问店员 谁先要的 郑小姐的衣服 要送给邻家老太爷 那可是我们那样 大财生意的 没错 是郑小姐先要的 老头 赶紧把衣服脱起来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店长 让你们店长出来 现在叫谁都没有用 来人呐 把她衣服给我扒死 你真敢踢我 踢个臭药犯的 也配跟我吵 我捏死你了 就像捏死一只马鸟 我是邻老太爷 你敢这样对着我 让你们店长出来 你这个臭叫花子 也敢装名老太爷 让我们店长出来给你服 臭叫花子 我有你们店的至尊黑卡 至尊黑卡 难道花什么呀 拿至尊黑卡 李爷 你真的有至尊黑卡 有 没带在家的 哈哈哈 没有就是没有的了 说什么没带呀 哎呦 你们店是不是有这个人点视频 用一贵客人 他都有人点信息的 你扫一下我就知道我是谁了 你这个臭老头 还不死心啊 把机器拿出来的扫一下 赶紧看一看 爷爷 要不然咱们赶紧走吧 孙媳妇 你别怕 今天我就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人外有人 人脸验证失败 果然失败了 我就说你一个臭老头 怎么可能是林老爷子 是你这个东西坏了 他不好使 你个臭叫花子 别带我们做生意 快滚 我不是叫花子 我是林老太爷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呀 你把那林寒晨给我叫出来 让你们瞧瞧 手机给我 啊 手机 他给林寒晨打电话 难道他真的是 加快速度啊 一定要在老爷子回来之前不找 好好的林寒 怎么了爷爷 他没接 哈哈 我就说嘛 我韩晨哥哥 怎么可能搭理你们这种下的 电文 爸他们赶紧给我赶 别耽误给真诚的林老爷子 都滚 我不能 我不是叫花子 我是林老太爷 啊 把你们店长招了去 店长出来 哎呀 在我们家大手他闹的 把人赶走 店长啊 就是那个叫花子 非要装林老太爷 在店里闹呢 钱冒充林老太爷 你不知道老爷子是至尊 VIP吗 人在哪 让我瞧瞧 喂 店长 你认识我吧 好久不见了 林老爷子 您怎么来了 幽焰无助 这可是林老太爷 你们这样叫他老叫花子 老爷子 手架刚来的 不懂事 您多包啊 多多包啊 包啊 他居然帮着这个女人 脱我衣服 这就是你大手的那家工啊 这就是你们对他客户 拥有的态度吗 你被开除了 还有你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你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你就是一个破裂者 还敢干我 我可是中家大小姐 这一会儿 我中家大小姐 就十倍加他们 就算出一百倍 我们也不卖给你 我们店 不我们这栋楼 都是零价出租 今天你得对了林老爷 别说这家店 以后这个商场 都不欢迎你 滚啊 别碰 别碰我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你这臭老爸 怎么可能 林大老爷子 一定是 一定是喜悟然做的手架 我 谁就是的 许武人 想我这么尊敬 你自己 会让你狠狠的 老爷子 您看中什么 直接拿 爷爷 您真的是林老爷子 当然是了 我不都已经 叫你孙媳妇了吗 你呀 是老许的孩子 我怎么合成错啊 咱们两家 可是订了娃娃亲的 林大臣是个臭小子 真混账啊 他让你一个正式 去给这个女人当护股 这其中有点误会 林寒臣 他不知道我是他 孙媳妇啊 一会儿啊 我带你啊 去挑漂亮的一套衣服 咱们穿上它 好好地 去收手是得回小子 走 我呢 这要是把爷爷回去 我不就露馅了 不能让林寒臣知道我是他了 爷爷 嗯 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孙媳妇 你放心 我知道 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 不是的 两个臭护股 换了身衣服 就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了 还敢来邻家 来人呢 给我把他们赶出去 我是林寒臣爷 我看谁敢动我啊 他就是个老疯子 我肚子里 孩子可是林寒臣的孩子 那就是你们未来的主子 陪我好好照顾他们 你觉得 你挺着个大肚子 你就了不得了 我自己的孙子 我知道 他绝对不会出鬼的 你这个孩子 绝对不会是林寒臣的 我看他 就是你和谁鬼混的爷主 哎呀 臭小花子 你说什么 爷爷 爷爷你怎么了 在地上装什么呀 有钱 爷爷他犯病了 快给我一样 不然他会没命的 一个老叫花子的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不怕造报应吗 只有穷人才会造报呀 我们有钱人才能回 你不想救他吗 跪下来 求我 我考虑放过他一马 不是 是姐姐 别绝了 我说的回来救他了 臭老头 别做梦了 我韩清哥哥 怎么可能是你的孙子呀 来人呢 给我把他衣服扒下来 他能找玻璃 哎 不 别当你 你 他娘家都会出人命的 想让我放过那个老头 不知道我要 你不就是想让我跪下来吗 好 我跪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求求爷爷 我求求你 都是我的错 放过爷爷吧 你早这么听话 我就好了 神经 臭老头 吃药了 你不是想要药吗 跪下来 甜的 哎哎 不行 你不能这个样子 你明明就答应过我了 你孙媳妇跪了给你求的药 老头赶紧吃 赶紧吃啊 哈哈 我就是死 我这里低头 那就看你老头的命 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干 来 动手 这都谁干的 啊 韩晨哥哥 徐医生啊 他带了个简破了的老头 非得说是你爷爷 我已经替你叫什么他们了 啊 谁允许你这老爷子无理了 啊 爷爷吃药 药在哪 神吧 他竟然是真的零楼的 你跟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啊 您说 婉儿 别忘了 你结婚了 你居然在外面搞大别的女人的肚子 婉儿怀的不是我的孩子 是顾潇的 什么 是顾家那小子的 嗯 婉儿是因为我才认识的顾潇 只是没想到 婉儿怀孕了 顾潇不认 我从小和她一起长大 一直拿她当自己的妹妹 所以不能丢下她不管 就接过来照顾她 那你也不能让自己的老婆去给她当陪护啊 什么 许慕然 我老婆 爷爷 您是不是弄错了 许慕然怎么可能是我老婆 怎么可能 她就是 哎 你怎么能拿老人家休息呢 快点 进去 爷爷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你 韩晨不是她的老婆 什么 你们结婚三点了 她不认识 她不认识你啊 爷爷 送我求求你了 我也有我的苦衷 你就帮帮我吧 哎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我真的搞不懂 好好好 我呀 这个事我不管了 哎 爷爷刚刚说 许慕然是我老婆 许慕然怎么可能是我老婆 那个女人明明联系律师说要出国一年 难道说 林总 下午有个会 我们现在需要出发了 行 我知道了 应该是我想播了 她这么晚出去想要干嘛 郑婉儿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郑婉儿你够了 我说不会娶你呢 不是 我怀了你的孩子啊 你不能这么对我的 要不是你我瞎要的 我不可能和你发生关系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进顾家门呢 你以为我稀罕嫁给你 韩晨哥哥 马上就要娶我 那我是狠 顾家是死是活 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林韩晨把你当妹妹 你呢 编故事说我抛弃你 利用孩子搏到铜墙 想靠近你 如果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的话 你怎么说啥 这孩子不是林韩晨的 原来他没有住 看来不用我说 你都知道了 都听到了 我会把今天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林韩晨 还有林老爷子 和韩晨他妈妈 不 你不能告诉他 咋知道了 不会再护住我了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会有真相暴露的这一天 一定会有办法的 弄死我了 就没有人更知道了 接受现实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做 过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跟他们说清楚的 天色不早了 我们都该回去了 是 怎么有个美女躺在这呢 这钱呢 给你们 这女人你们随便玩 玩完了 把我处理好了 就是 你还是救我 小美人 我们现在就来救你 哈哈哈哈 你 我干嘛 你干嘛 学校你们不认识 你们敢欺负他 我让你们死的 大哥我错了 学校你不认识 学校跟我见 一个女儿 我不认识他 不招式了 真不认识 真不认识 跟我再跟我再打 跟我再打 这是我跟老孩子相有可能 怎么可能 林少 你醒醒吧 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妹妹 根本不是什么小白话 顾湘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他怀着你的孩子 不是 你先别着急 性身闻罪啊 是我通知你来救人的 要不然你心上人 就出事了 你知道吗 我根本就没喜欢个玩儿 当初他追我 被我拒绝之后 给我瞎药和我发生 我怎么可能娶那种女人 玩儿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我如果再晚点告诉你的话 你心上人什么情况 你应该清楚了 我告诉你 你那个妹妹喜欢在你面前装样 但是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观察他 他真的是你认为那种人吗 我明白了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这才是我的兄弟吧 你没有见海正哥吗 我相信他们认不配我 照理说了 不想来见到你 喂 爸 什么事儿 什么 我们家破产了 你醒了 以后不许这么晚一个人出去 你都把我吓坏了 对不起 那个 周婉儿他 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把他从人家赶出去了 放心 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你 好 好 慕然 有句话 我一直没有好好说过 你愿意听吗 许慕然 我喜欢你 是像 跟你过一辈子的那种喜欢 要是我能在你结婚前 遇到你就好了 有时候 我真羡慕 那个男人能娶你 我 天哪 这我该怎么看 我该怎么告诉他 我就是他老婆呀 其实 我就是 慕然 你能回来一趟吗 孤儿院有几个孩子病了 我们这边实在是疼不出手啊 好 我马上回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等我回来 我会给你答复 这段时间 你好好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会等你回来 妈 你终于回来了 救我呀 你是谁呀 妈 我是婉儿啊 你不是最疼我了吗 你认不出来我了 婉儿 你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都怪那个许慕然 他嫉妒韩晨哥哥喜欢我 害我毁容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许慕然 当年要不是老爷子的婚约 他能嫁给我儿子 现在还敢来欺负你 看我回去怎么受理他 妈你说什么 他是韩晨哥哥的老婆 他不是韩晨哥哥 在外面请的护工吗 韩晨当年 跟他结婚 就见过他一面 我估计啊 是太久没见了 早就忘了他的模样 所以韩晨哥哥根本就不知道许慕然是他老婆 妈 如果我是韩晨哥哥的老婆就好了 对呀 既然韩晨已经忘了他老婆的模样 那么谁都可以是他老婆呀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叫郑婉儿了 你姓许 叫许婉婉 你呀 就是我儿子 林韩晨的妻子 妈 你没事吧 儿子 妈没事 就是 舅妈的这个女人 她受了重伤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林家最好的医疗团队 为她治疗 韩晨 你的老婆 已经回国了 她回来了 我会尽快跟她签离婚协议 不行 你不能跟她离婚 为什么 妈 您不是一向都不喜欢她吗 舅妈的这个女人 她就是你老婆 什么 之前 都是妈误会了 但是现在 她为了救我受了重伤 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跟她离婚 什么事了 这么久了 今天终于要见到传说中林总的老婆了 天哥之前身体一直不好 不愿意她出来 这次特意为了她办得进行业 难道你还是知道我身份了 哎 领少的车来了来了 哎呀 我脚扭了 你能帮我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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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脚扭了 我脚扭了 大庭广众搂拢报报 我都才走了一个月 又来了一个新的小三儿 沐儿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但我出现的好像不是时候 就不打你 哎 沐儿 哎 别着急走啊 我跟你介绍一下 许婉婉 我儿子结婚了三年的老婆 我邻家的少奶奶 妈 您在胡说什么 我猜是林汉晴的老婆 你算什么东西 敢冒充我儿子的老婆 你别以为你勾引了韩晨 就能嫁给我们家 他可是有夫之妇 您明明知道我是韩晨的老婆 为什么突然假装不认识 夫人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说了吗 我之前一直瞒着你 是怕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我故宫的工作就没了 为了给多儿院筹钱 我不得不向你赢了 其实我就是你结婚之后 一直没有见面的老婆 我不是在做梦吗 你居然真的是我老婆 韩晨 你别被他欢笑又给骗了 晚晚才是你老婆 可是这 这有什么好顾虑的 谁是真的老婆 这是骗子 把结婚又拿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怎么了怕了 拿就拿谁怕谁啊 怎么会 这个结婚证怎么失了 假的自然要弄点别的手段 让你相信他的 这能看出来什么呀 伪造证件 也不知道弄一个像样一点 晚晚 把你手里的结婚证给他看一下 看到没 这个是我和林韩晨的结婚证 儿子 妈这儿 还有你的结婚证 韩晨 我之前我就见过这个贱女人 当初你没回国之前 我把她当作我挚友什么都跟她说 就是她劝我和你离婚的 可是我没想到 她趁我没回国 设计出现在你身边勾引你 现在我才想明白 她就是想挑拨我们离婚 她好嫁给你 不然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不是林韩晨 我真的是你老婆 韩晨我可是你妈 我能骗你吗 你要相信我 晚晚才是你老婆 是我亲点的孙媳妇 我还能认不出来吗 不然 是我的新媳妇 那个女人 她绝对不会是你的老婆 她那个结婚证啊 一定是伪造的 就算是晚晚手里的结婚证是假的 那我手里的呢 我手里的结婚证 可是韩晨和晚晚两个人的 那可是一模一样 爸 我是韩晨他妈 我怎么可能 联合一个骗子来骗我儿子呢 谁知道你们耍什么花招啊 那我还能骗我孙子呢 对了 爷爷您当初不是送了一个保险箱给我老婆 对 是 那个箱子没拿走 一直在这么灵去呢 那上面啊 有指纹密码 那上面那个指纹密码可是你老婆的 对了 拿过来 是谁是假 一下子就知道了 等人 把保险箱拿过来 你俩谁先是 我可是有结婚证的 他不是说他是林家少奶奶吗 让他先是吧 骗子穿模作样 现在原形秘录了吧 韩晨 我才是你老婆 不是 你再换个手指试试 你 怎么收回去了 还怕了 要我看 他就是心虚了 毕竟 是假冒头 当初费尽心机想接近我老公 现在马上要被揭穿了 心虚了 明明是你顶替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现在是要连我这个人都要除名了 够了 都别吵 既然 你们都认为我是假的 那我们就打个赌 林想赌什么 如果我可以把这个保险箱打开 你就带着 我是骗子四个子 在林氏集成的楼下跑十圈 并且 永远滚出林家 这保险箱年份这么久 估计早就坏了 他估计就是想下想 让我直男儿退 要是打不开呢 你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永远不能纠缠韩晨 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啊 对 慕然还有生育 如果我是他老婆 那这个孩子只可能是我们的孩子 不行 我反对 不能动孩子 怎么不敢啊 不敢承认自己是骗子是不是 那就赶紧滚出去 谁说我不敢 啊 不然不然你真的说了吗 其实我从一开始 就知道我是录的哪只手的指纹 我前两次录错 是为了让你们放松警惕 答应堵住 既然现在保险箱已经打开 那就麻烦 冒充名太太的许婉婉小姐 出去游鞋吧 一个破保险箱而已 那结婚证才能证明真假呢 再说 这保险箱都已经很多年了 随便一个人都能打开 我的保险箱 绝对不会坏 不然就是韩晨的老婆 老爷子 我看你是老胡同了吧你 要不然 就是被这个女人给骗 提前改了密码 韩晨 你可要相信妈妈 韩晨 你相信谁 韩晨你怎么了 人人 少爷的不舒服 不再回去休息 晚晚 你是邻家的少奶奶 走 陪我去招呼客人 你为什么要说话 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地位 配得上我儿子吗 根本就不如婉儿的一根头发 这婉儿坏事作戒 早就被林韩晨赶周邻家了 是你陷害了婉儿 迷惑了韩晨 韩晨才会这么对婉儿的 不过倒也没关系 我儿子啊 最终 还是会跟婉儿在一起 你说什么 好看啊 我现在的脸好不好看啊 什么 你是郑婉儿 荒唐 你居然想让这样的女人 给韩晨当媳妇 我们林家的脸 都让你给丢尽了 你这个臭老头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要不是当年 你非让许木然嫁给我们林家 韩晨 早就跟范儿在一起了 爷爷 爷爷 你没事吧 我去给你拿药 嗯 不用了 药啊 在我这儿呢 把药给我 凭什么 这个老东西总给我倒暖 他死了正好 许婉婉 你要是把爷爷害死 林韩晨更不可能娶你 是你害死爷爷的 你要是早点滚出林家 这个老东西也不用受那么多苦 哎 哎 算我求你 救救爷爷吧 想让我救这个老东西也可以啊 那你就承认 你不是韩晨哥哥的老婆 是个骗子 我可以帮你 我承认 我不是林韩晨的老婆 我是骗子 有了这个视频 他死不死 都没有你了 把药给我 韩晨哥哥 是他 他退了阿姨 不是我 我没有 我亲眼看到你退了阿姨 别犯病了 阿姨刚想给他吃药 你上去就抢 你想害死爷爷 还想害死阿姨 你到底想干什么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了 林总的肾本来就不太好 这次的撞击导致情况更严重了 需要马上移植 手术 怎么会呀 他身体啊 很好 从来没听说 他有肾有问题啊 这个手术真的拖不得 家属们赶紧去做配型 准备移植换肾 我们捐了 会影响生活吧 我是患者的妻子 我可以去做匹配 没想到 你竟然 他想要趁机讨好阿姨 没门 我也可以做匹配 妈 他摩托鞋好疼 晚晚 辛苦你了 两位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线缘都很合适 妈 我们晚晚怀孕了 不合适捐 让他捐 怀孕了的确不能捐献啊 报告审视 许慕然小姐怀孕了 不能捐献 但许婉婉小姐并没有怀孕 什么 怎么可能 婉儿明月怀了韩晨的孩子 韩晨怎么可能会让他怀孕 韩晨说 他收留正婉儿 是因为他怀了顾潇的孩子 如果你没有怀孕 就说明你从一开始 没错 我就是装怀孕 想让顾潇娶我 但是他不肯 那我去找林韩晨 让他娶我了 你根本就不爱韩晨 你为什么要让他娶你 我为什么要爱他呀 爱能当饭吃吗 我就是喜欢他的钱 喜欢他的地位 想让我给他捐肾啊 不可能 既然他没有肾会死 那就让他死好了 反正一切你们都知道了 他也不会娶我了 果然这才是你的真实面 韩晨 你没事 刚刚的一切都是我做的局而已 我就是想看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果真 穆然才是我的 而你只是个冒牌 我 你 你 你放开穆然 你别冲动 别叫我婉儿 郑婉儿早就死了 你是婉儿 林韩晨 我为了嫁给你 连也换了 郑家也没了 我为了当你老婆 我还找小货货撞了我自己 结果 换来了现在这样的下场 婉儿 你别激动 我付出了这么多 最后全被他拿走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要让许木然 陪我一起死 你快去 你没事吧 住 韩晨 婉仁 还一想到 我是你老公 我就高兴 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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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给你伤害他的 医生 快来看过我竹子 不是什么 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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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我不舒服 哪不舒服 是难受 这是医院 你比我不能 现在 受不了 那是不是 出了院 我已经都随便红了 孩子还不稳定 你老实点 出院不行 住院也不行 我都有老婆了 不能亲也不能抱 你越想你 我这越想 伤口越疼 是 杀 挺好 我还是 很高 我还玩 还在 我还在 我还要 我们 有嘴巴 现在还可以